光源而三世 成年人的睡前小故事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月 几天前和朋友去吃麻辣火锅 发现人们都会把花椒挑出碗碟 可麻味已经深入味蕾 不知是增添欣慰还是填补感官的绝食 一起欣赏今天的故事 花椒之味 锣鼓喧天 灯火闪烁 烟雾缭绕之中 长龙在人们手中盘旋 人群中欢笑的男人也是夜晚的一抹热烈 他满怀期许 向来人发出邀请 但这一切都停留在回忆里 2017年的香港 人群繁忙依旧 在旅游公司奋战的卢树 帮客户制定东京之旅出游方案 问及客人是否要携妻子同行时 对方的回答却是要和秘书一起 并且别让太太知道 卢树听完此番回答 绽放的笑容逐渐凝固 最后又渐渐消失 他本不该为此籍惯 却还是苛责人的感情 直到一通又一通骚扰电话 将如树心中的反感冲淡 今天最重要的电话才终于到来 如树飞速赶到楼下 一天要从九龙去港岛 继承车司机都不想过海 在加盐之后 他终于赶到医院 病房外的男子气不成声 好像仅仅是一次电话的时间 父亲便已离世 如树大倒一片空白 可作为女儿 他却哭不出来 到了死者家属确认环节 如树需要提供父亲的资料 查月钱包才打上出生年月的他 终于拿到薄薄的死亡证明 生命最后也不过轻盈至此 如树干脆留在医院用餐 猛加辣椒酱的他 很快引起蔡医生注意 只有亮叔的家人 才会如此事辣如命 原来父亲病逝前 就时常来医院检查 谈起老人开的火锅店 医生也是赞不绝口 只是他还不知道 老友已经走了 医生发觉自己说错了话 连忙向家属道歉 可如树的神情 从不曾有太多改变 医生干脆直言 看起来净如止水的人 往往内心会更加激烈 是该处理父亲的身后事了 温馨的一家火锅店 是老人留给世间最前线的痕迹 昔日欢笑已不在 只有父亲病发时打翻的碗筷 成了如树还原一切的蛛丝马迹 店员萝博将老板的手机 交给一言不发的大小姐 他一边收拾眼前的狼藉 一边交代火锅店运行事宜 猜商与房东那边都有愉快为截 老板曾经交代过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给人准时接管 可惜萝博只懂进货 账目从来都使老板清算 如今人事更迭 可能需要小姐多费心 如树总感觉和小姐太奇怪 但萝博始终牢记 老板提过女儿不愿被喊真名 如树心中的回忆 如同手机屏幕般亮起 微信里有许多未读消息 如树眉头一紧 这才发现父亲的秘密 原来自己并非父亲在世间的唯一至今 萧尘的萝博为火锅店张贴修业告示 如树封存的记忆却再次挣脱控制 病重服药的母亲 本是童年唯一的新人 每当自己问起父亲巨像 母亲都无奈地说起台湾 那时如树虽小 却也能听出话里话外的悲伤 过往阴霾就此挥之不去 每当四周宁静 便在如树心中隐隐作动 直到后来母亲彻底病倒 那个神秘的男人才出现在家中 母亲让其回台湾找自己的女人 男人却无法回答 如树只知道 这个男人就是名为父亲的角色 是大家熟知的火锅店老板 台湾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树无从得知 那是妹妹如枝经历的故事 她的比赛少了一位观众 只有香港的葬礼等带来人 遥远的山城重庆已经有些降温 妹妹如果对父亲嘘寒问暖 也等来葬礼邀请 两岸三地的陌生人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最终归于一堂 葬礼经济问起如树 两位妹妹是否需要校服 可如树无法为陌生人做决定 就连灵堂内的遗像 看起来都如此陌生 她刚刚回身 背后便闪过一道轻瘦的黑影 雨声默默走进灵堂 凝望侍者 她没有留下尊性 只有如知二字 但如树依旧不知如何称呼妹妹 葬礼也不必讲太多话 如知摘下帽子 脸上是无法遮掩的悲伤 直到三居公完毕 家属开始谢礼 两人才第一次正事 如树为父亲准备到家法事 不论过去发生什么 希望侍者获得安宁 远在重庆的三妹如果 是最后赶来殡仪馆的人 她就和故乡一般性格火辣 直到如果走进现场 才发现此地正举办仪式 她与两位姐姐六目相对 在葬礼与法事的悲哀神秘中 素妹平生的三人 竟然有种莫名的同感 直到仪式结束 蔡医生才进入灵堂 她一语道破 其实夏亮大叔 生前是信佛的 如叔这才发现 自己心底的父亲 比想象中更陌生 如知如果一时不知发生了什么 姐姐的失误 倒让两人破冰 他们交万言神 一起来到大姐身旁 如知说得不错 老爸是不会介意的 不管三人穿什么 做什么 坐在一起便很好 直到葬礼结束 三人进前吊咽 依旧面若止水的如叔 看着痛哭不已的妹妹们 才发现姐妹之间的差异 远不止一见校服 他们一起给仙人 烧去生前用品 平时如何称呼 就要如何道别 如叔的老豆 如知的老爸 如果的 简单一声爸 三种不同的声音 在火光中回响 溶解得别无而知 姐妹三人来到 父亲生前的小家 这里也承载 如树的童年回忆 眼前两位姐姐都爱推辞 直爽的如果 便第一个沐浴 如树则和二妹一道 为父亲摆上七道菜 两人不知是否妥当 只有起快品尝的小妹 估计最少 她虽无意动了贡品 好在父亲生前很大方 如果更是坦言 不尝味道 怎知父亲是否喜欢 如树这才反应过来 菜饼都是随意买的 她也不清楚 父亲生前的喜好 今晚的风波接连不断 家中老师热水器 时常罢工 大姐只好让二妹稍等 小妹依旧是最不见外的人 一几几小意外 反倒让姐妹三人 从相认 转为相识 如知率先开始回忆父亲 童年的记忆太过零在 重组家庭的母亲 也一直不愿让父亲再去台湾 她真正与父亲相认 还是读大学后 父亲站在路边 远远看了眼自己 如知语气稍有埋怨 但在如果看来 这已经很受重视 她于大学时 随母亲前往加拿大 可对方并未让自己融入新家庭 如果不仅不能喊的母亲 毕业典礼时 也没有一位家人到场 更别说当年与母亲不欢而在 突然回到香港 忙着开火锅店的父亲 三人打开电视 才发现父亲最爱的节目 就是撞球比赛 如果还以为父亲不能免俗 只是欣赏美女 直到画面里出现如知的身影 三人才发觉 父亲在意的是谁 如知不喜欢知子 生活在重组家庭的她 如今叫欧阳如知 大姐对运动员满怀好奇 但如知却很无奈 大部分人只当撞球是娱乐 很少会将其与运动联想起来 姐妹三人呆坐在一起 默默欣赏比赛 这个位置曾坐着父亲 她绝不是为了看美女而来 就像依偎在一起的孩子们 谁也不是真的关注比分 第二天一早 如数店带妹妹们来到一家火锅 如果总爱拍照 这是姐妹们第一张合影 重新来的小妹 当然要吃招牌麻辣锅 如知不禁问起辣椒的区分 厨师只能分辨颜色 只有大姐一致半截 谈起花椒的麻辣感 三人这才意识到 厨师并非火锅好手 他们干脆亲自下厨 如数这才得知 小妹曾经来过香港 只是都没遇上自己 父亲只是默念 大女儿比较忙 三言两语间 姐妹三人梳理起父亲生平 如数本以为父亲是从香港跑去台湾 因为母亲生病才突然回港开火锅店 但如知十分明白 自己的妈妈为何讨厌火锅 其实她与父亲才是彼此初恋 父亲当年是跟随整个大家族 在台湾落脚的 只是后来长者去世 兄弟姐妹都在争家产 只有父亲厌倦一切 搬去香港 可后来她又一度回到台湾 与母亲生下自己 两人是彼此初欲 但如知并非是第一个孩子 困扰如数多年的疑问 今天终于真相大白 如果不禁好奇 这么复杂的关系 究竟谁在扮演第三者角色 可人生不是壮球 谁先发并不重要 父亲最后留在哪里 已经说明一切 但如数并不十分认同 三人一阵沉默 只有小妹打破僵局 父亲选了谁并不重要 反正自己没被任何人选中过 人生还是多笑笑 就像经营服饰生意的她 拿出两批一样的货 但没有标签的那个 就不会被客户认作正品 人生在世 不如做自己的品牌 当萝卜想起厨房三人时 姐妹们已将阴霾扫尽 火锅终于煮好 如数向大家坦言 这或许是三人最后一次 在这里吃火锅 店铺租也还有一年到期 率先退租赔不起违约金 要继续经营 店里的主辛苦又已不在 这虽然是父亲半生的付出 但在如数看来 这都是自找的辛苦 转眼就到了离别的时刻 三人留下群聊方式 屋内却突然冒出蟑螂 姐妹三人吓到跳起 如数正要去打 却被小妹提醒 这是否是父亲灵魂转世 想回家中看看 蟑螂也十分配合 立马展翅飞翔 默默离开 如数将妹妹们送走 不会开车的他 还要劳烦男友 对方未能在丧事上处立 愧疚之余 也担心如数与两位妹妹的相处 如数这才明白 父亲的交际圈里 只有自己是刚刚得知 两位妹妹的存在 男友对此倒是不奇怪 让数生前和大女儿都相处不好 又怎会安心 让三位孩子相认呢 连平常喊吃饭 女友也未曾回去过 但如数并不认为责任在自己 父亲连生病都不肯说 他没有任何破冰窗口 但男友明白 有些男人就是很简单 没有被问起 就不会刻意沟通 这无疑造成了死循环 可对父亲一无所知的如数 弘样不知从何问起 难道还是他的不对吗 男友望着枝气的如数 又看到熟悉的画面 这样的场景 许久之前也曾发生过 那本是两人订婚的日子 说起今晚要吃什么菜 不论如数推荐何物 男友都说可以 而不表达自己想吃 想和可以 在如数看来区别很大 难道对于结婚 男友也是可以 而不是想要吗 对方的一阵苦笑 让敏感的如数脑补出答案 男友深呼一口气 表示自己可以结婚 结果就是直到现在 两人仍未成婚 结束回忆的男友终于坦白 有时并非身边人不想倾诉 只是害怕被误会 说者将情感转化为字句 落到听者心中时 常常与本意大相径听 为何如数不放下纠结 寻找父亲未曾表达的原因 老人生前当然是医院的常客 他是在偷偷抽烟时 与蔡医生相遇 人生有时连抽根烟都不容易 就像一个人住院的父亲 也不想麻烦辛苦工作的女儿 自己其实也谈不上生病 血管堵塞 高血压 痛风 人一旦渐渐老去 许多闻所未闻的名词 就突然降临 父亲不禁疑问 有没有医生能治老这种病 蔡医生淡然一笑 许多病本就不用吃药治疗 就像麻醉科任职的自己 身处香港这方天地 总不被人当医生看待 生理的老去 肤浅的认知 从来都不算病 蔡医生能想到的对策 也只是离开香港而已 医生总是很忙 并非同行的妻子已经离他而去 医生如今很想去叙利亚 那里并不赚钱 但或许真的需要自己 梁叔恍然大悟 鼓励医生启程 后生人就应当趁着光阴 去做自己向往的事 鼓励的话语间 鱼也停了 卢叔对父亲的记忆缺口 自此又被填上一块 想做的事不该找借口 父亲说得很对 但他自己恐怕也没做到 如果父亲向自己透露病情 他一定会尽全力找名医 而不是嫌麻烦 但蔡医生再度重申 这无关治疗 你看不出来人是否生病 难道还看不出 一个人是否老去吗 卢叔只好用忙碌麻痹自己 他准备转让店铺 弥补损失 可店员们都已看出 用实用添加剂替代真材实料的人 根本不是良性商家 对方只想借亮叔打下的招牌 来挣快钱 老店员们都看中亮叔的声誉 如数平复心情 表示自己会将店接下 店员们闻此 纷纷卖力起来 回到台湾的如知 也走上一段新路 他被母亲开车接回 却迟迟不肯回餐桌 母亲是控制欲很强的人 不喜欢孩子吃饭时做别的 年轻人都爱玩旅行游戏 但忙于比赛的如知 在家的时间已经够少 他在为自己的人生奋斗 但母亲对此并不理解 如知找借口离开 却还被母亲抓住谈话 对方知道 女儿去香港并非旅游 但如知不愿想谈 走的是自己的父亲 并非母亲的爱人 张着无可辩驳 只想提醒女儿 谁才是将你养大的家人 如知短暂的归家 至此迎来收尾 他叮嘱弟弟妹妹 母亲正在生气 总专一身黑的他 其实无比耀眼 倾慕者总能找到自己 可时至今日的如知 内心一团乱麻 他承受不了爱戴 三姐妹里最热烈的 还属直播兽医的如果 有粉丝疑问 先前三家葬礼的如果 穿着是否太夸张 但在如果看来 正是为了见最后一面 才要穿最好看的衣服 如今唯一陪伴如果的 就只有爱打麻将的婆婆 大家都很羡慕 方姨有位孝顺 又挣钱的外孙女 女儿也在加拿大幸福生活 可谓长辈们煮汤的如果 明白婆婆只想让自己早些结婚 方姨最不愿让如果操心自己吃药 但她越抗拒 如果就越要管她 可谓如果求桃花的婆婆 又何尝不是那个多心的人 如果看出婆婆生气 长辈不认同自己去香港 可能是自己唯一的爸爸 正如眼前是自己唯一的婆婆 身体不好就别翻朋友圈 老人要早些休息 如果永远是婆婆最暖心的依靠 但现实不会一帆风顺 正如火锅店里手忙脚乱的儒树 厨师老师上做菜 原来父亲生前都会多叮嘱大家几次 恍惚之间 儒树仿佛看到逝者 他在店里忙碌 保证客人们吃得满意 儒树看望洗碗阿姨 才发现对方从未嫁过班 因为老板都会帮他忙 儒树对父亲的想象逐渐明朗 过去的缺失也愈发中盈 他的劳累 他的所见所闻 想必都是父亲生前朝夕相伴的事物 儒树突然想搬家 他打电话给出差的男友 这才想起对方给自己住的房子 市值已经长了九倍 为何男友没有想过获利呢 对方只是笑笑 我知道你不想和老爸住 儒树一时错愕 只言自己付不起店铺违约 既然要去营火锅店一年 不如搬回老房子 行李已经收拾好 当年从家中离开时 儒树也是这么迅速 其实就连自己外出读书时 父亲都时常打扫房间 随时等待女儿暂住 直到准备结婚的儒树 要搬家去海对岸的九龙 听起来真的好远 父亲甚至有些不舍 其实你不用这么早结婚 这番玩笑话 在儒树听来 却是父亲不祝福自己的婚姻 他干脆不再收拾 让父亲把从前的东西扔了 但老人根本没舍得 儒树伴着回忆 寻找父亲独创的火锅配方 如今的锅底实在太辣 在一声不免响起 辣其实根本不是一种味觉 而是一种疼痛 它有一种奇特的功效 就像人在头痛时 掐下手上的河骨瘸 就会被转移痛绝 从而摆脱头疼 辣就是种另外的自己 能够转移人的感受 辣味重了 痛就能冲淡其他的痛 既然太辣 那就喝点酒吧 只是蔡医生还要开车 他很高兴 儒树正准备考驾照 空旷地带适合练车 但新手还是难免制造危险 两人突然靠近 却又各自脱离 其实儒树之所以很想学车 是因为这样就能四处旅行 还能与旁人换着开 可在蔡医生看来 就算没有驾照 他也能负责开车 两人甚至还可以去坐大巴 眼见儒树反应不对 医生联盟承认 确实只有自己开车后 才能任意掌握方向 儒树的确也是这样做的 手电的他打开电视 罗伯一眼就知道 妇女俩爱看的是同一频道 今天是儒之的晋级赛 全身贯注的他并不知道 母亲也在现场 儒之表现出色 不但反朝比分 还取得领先优势 只要打进黑八号 就创造个人历史 可命运有时就会与人开玩笑 所有关爱儒之的人 内心都提到嗓子眼 儒之再次与梦想失之交臂 尽管粉丝簇拥 得到鼓励 但儒之才不会觉得失败 会没有关系 他丢下粉丝 留下忧虑的母亲 如果二妹厌倦的是现在 那困扰儒树的 就是时常出现的过往 当年与大家聚餐的老板 还是那个坐不住的父亲 对方闻此沉默两久 却还是对顾客满怀热心 儒树实在不明白 父亲天天盼自己回来吃饭 两人终于坐在一起了 可父亲依然是个过客 一家火锅店出现过许多一家 但就是没有自己的 或许人们都在向往一个家 行走在相亲会场的方宜 担忧的则是如果的未来 婆婆想要寻找最好的布告位置 却不慎跌倒 好在如果发现的不算太晚 年近九旬的婆婆并无大碍 医生开始盯住注意事项 可老人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自己牵连晚辈的生活 医生要强的婆婆 不想成为阻碍如果幸福的累赘 她最为担心的 就是如果为了照顾自己 将自己的人生抛在脑后 可未来是残酷的 老虽然不是病 但同样来是汹汹 老人干脆用激将法 称自己不需要照顾 如果也别自我感动 加拿大的妈妈会抛弃你 过时的父姐也不曾将你 接到香港去 如果不再和婆婆争执 怀揣着未来流泪 未来就是喜悠餐半的 火锅店依然受欢迎 但汤底备料总会用完 厨师这才承认 自己根本不会做底料 卢书顿时满脸疑惑 既然厨师啥也做不了 为何父亲又要请你来呢 而这个问题同样是厨师最不解的事 萝卜将此看在眼里 与老板一起同客人道歉 卢书真不明白 为何老爸先前请的人 全都只会将事做一半 萝卜这才威威道来 其实厨师当年是为伤病求援 是亮书请他来帮忙 萝卜比谁都明白 店里都是亮书亲力亲为 真正被帮助的反倒是伙计们 萝卜当年是少管所常客 无亲无故 浪迹街头的时候 只有亮书救济他 对方常说 世上没有不曾犯错的人 大家只是在等一个 能够原谅自己的人 萝卜明白自己等到了 可如数却无法确定 夫妻有没有等到 自己有没有等到 他开始努力探寻 从汤底口味中寻找答案 萝卜看着忙到深夜的老板 向台湾的二小姐求助 如知在纠结中入睡 直到清晨被打扫公寓的母亲饶行 母亲总以自己的方式对如知好 她本以为当年的如知 只是在撞球场玩玩而已 却不曾想女儿以此为生 不论比赛输赢 如知岂是已经做到最好了 可输赢二字对如知是那样刺耳 母亲也不是受气的人 她干脆把话说开 劝女儿面对现实 十几年撞球生涯 生活却没矿欲驾 口不择言的母亲 意识到错误已经太直 既然她希望女儿好好找份工作 那如知去找便是 车上的如知 眼含泪水告别家乡 在窗上留下每日药饼的如果 也听尽婆婆的话 她从家里将锁道旁出发 留下家中的婆婆 仿佛有根无形的线 将离乡者的心弦勒紧 他们的终点 都是父亲的火锅店 如初再次和家人团圆 却不曾想妹妹们都是离家出走 和三人站立的地方 同样也是家 花音未落 如果牙疼的老毛病又烦了 她不想麻烦大家备药 但解命难为 看来如知多少带有母亲的影响 如初也记得父亲的秘方 只要嘴里塞两粒花椒 就察觉不到痛了 既然如果是重庆人 一定不会怕 姐姐们也会奉陪 安慰牙疼的妹妹 父亲的秘方果然很有效 花椒带来的痛 的确换走另一种痛 花椒助力的锅底 也赢得客人好评 但熟客还是会觉得 和过去有些不同 姐妹三人不约而同 一起研究汤底配方 父亲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谁都很难说上 用功的如数 熬到两眼模糊不清 厨房里的欢声笑语 是辛劳最好的调味品 可一番钻研的成果 还是少了些什么 三人干脆来到父亲的房间 寻找试传秘籍 如数甚至找到儿时的复读机 父亲从前上班时 都会将钉主留在机器里 让如数反复聆听 妹妹的道来打断回忆 三人翻阅起父亲的笔记 里面没有秘方 但他记得如果爱吃弯仔吃 里面没有秘方 但写下了如知所有的比赛日 三人最终还是无功而返 只是心里有满满的温暖 没有火锅秘方 还能以罪解千筹 三人喝到大醉 再度发现父亲的化身 姐妹们的醉衣被下剧大半 如数灵机一动 询问秘方在哪 三人一起向老爸倾诉 个人都走光了怎么办 在外精心做生意 老有人给差评怎么办 如果碰到比赛 不论怎样努力 都无法更进一步 还是会面临失败 又该怎么办 人生的谜题实在太多 可惜父亲来不及解答 直到太阳再度升起 如数定睛一看 才发现父亲已经不在 如果暂时没有麻辣锅 就只能推出其他口味 大家开始穿戴围裙 一向爱穿黑色的如知 终于失去孤立自我的机会 心怀愧疚的厨师也回到店里 他终于原谅了自己 没有麻辣锅 生意还是能做 就像如知家中的奖项 或许无法带来太多财富 却同样是人生的功气 母亲牵挂的女儿 在火锅店忙碌 婆婆等待的人 也值得牵挂 爱不是给人负担 但接到家中电话的如知 还是会有压力 母亲得知女儿在香港 第一时间赶到旧情人的火锅店 如知暂时不想回家 这里需要自己 母亲闻此几乎掉泪 我们需要你父亲的时候 他又在哪里呢 何在如知看来 母亲为填补缺失所做的努力 就是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 这是一个完整的家 却不是如知心中所想 父亲的确不称职 但也知道在如知生涯最低谷时 劝导女儿不要放弃 那是唯一让她坚持的声音 父亲没有不要我 她只是不要你 母女和解已失败高中 如树干脆带雅玲阿姨来店里怀旧 雅玲最爱的红酒竟也出现在此地 她默默举杯 酒味肠 泪已落 谁也不知雅玲压抑了多少心事 尝到酒的如树也突然明白 火锅汤底究竟少了些什么 看来父亲最爱的人 一定就是雅玲 雅玲淡然一笑 那都已成过去 她如今最爱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 雅玲明白如知需要什么 可每次想要好好说话 却总是酿成误会 直到如知生气走开 想说的再也来不及 可如树明白 没有说清的东西 彼此一定不明白 要真还有机会 要真还有时间 好好把话说出来 因为如树比谁都明白 来不及的遗憾 父亲留下的汤底秘方 终于真相大白 分离调制的如树 终于融入父亲的心境 这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味道 是无数人怀恋的味道 招牌麻辣锅回来了 这是整条街最大的喜事 蔡医生似乎也想报喜 她约见如树 表示自己三天后就在叙利亚 如树很高兴 医生终于去了需要自己的地方 可对方其实也明白 事实上未必就存在一个 真就缺你不可的地方 反倒是她自己 更想要一个需要自己的地方 大家都在寻找这个地方 如之还是被母亲带回台湾 水渠王的小房子 是母女曾经的住址 那时连河堤都维修 母亲知道女儿不记得 人就是健忘 却偏偏喜欢记得坏 又忘了许多好 如之跟上母亲的步伐 神机半起一脚 最后送上自己的歉意 母亲也欣然接受 两人打破格格 做回合目的一家人 就在此时此刻 回家路上 母亲也准备了小礼物 那是如之第一次比赛的见证 她一直在关注女儿 也和如之一样努力 想做个会沟通的母亲 其实从一开始 如之就是母亲心中的第一 世怀穿越千里 来到山城重庆 夏令江索到旁站立一对婆孙 方宜当年接送如果读书的缆车 至今仍在运行 直到父母全都离开了女儿 婆婆就将如果从对岸接了过来 那时的如果甚至怕高 如今却是天不怕地不怕 倒是婆婆开始担忧 日渐老去的自己 也要丢下孩子 但如果明白 自己不会再孤独了 一个人告别世界 不过是搬家 住到那些活着的人心底 不要担心未来 我一直都在 而勇敢面对未来的 还有穿越跨海隧道的如树 男友终于想得坦白 当初买房就是为了给如树住 要问自己为什么这么好 男友只是想起从前的日子 亮叔常常喊女儿回家吃饭 如树总是闲远 但其实过个隧道能有多远 男友曾向亮叔保证过 要好好照顾如树 或许无法承诺永远 但还能过很多次隧道 如树听到父亲 内心又开始怀疑爱情 难道要同母亲一样 让不爱自己的人陪伴 男友联盟提醒如树 他不是任何人的作用 亮叔也没有不爱家人 如树或许觉得 父亲是不想做坏人 才回到香港 如果可以选择不爱 他什么也不会做 但一个人未曾不爱你 不就正是在爱你吗 就是因为爱 才会想要补救 我想跟你在一起 与我可以和你在一起 听起来有些不同 但重要的不是想和可以 而是在一起 如树被过去带上的枷锁 终于就此解态 他回到儿时的房间 像父亲那样触摸一切 父亲可以丢掉旧物 但是并没有 就像复读基底的叮嘱 依然令人珍视 火锅店族约将满 转眼便到了中秋节 两位妹妹给大姐送上惊喜 今晚十分热闹 屋外捂着火龙 萝卜不禁想起 亮叔从前每年都会参与 店铺运营走到尾声 但老板不用担心大家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便好 这是所有人的愿望 如树突然感到一阵恍惚 他听见两位妹妹的呼唤 走上前去 却在灯火中看到熟悉的背影 那是曾经挥之不去的怨恨 是如树多年来惩罚自己的借口 有太多太多次 他未曾回应父亲的目光 如树终于找回所有残缺的记忆 他看清了一切 也不再纠结 如果可以 父亲会知道女儿想念自己 但他想要的 一定是女儿们 好好做自己 当父亲的背影散去 只有泪流满面的家人 三人相拥在一起 谁也无需多言 这是最好的中秋团圆 如树终于还是走完这一年 他与承载过往的老店告别 带着父亲对大家的祝愿 将所有遗憾的过往抚平 如树所让店门 感受秋日的威风 他如愿考取驾照 紧握自己的方向 使向最好的自我 全片完 《花雕之味》是2019年 上映于香港的剧情电影 曾获得第3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多项提名 一位父亲专行海峡两岸的陈年过往 引出三座城市的三位女性 她甚至未在影片里正式登场 仅仅作为大家的回忆 就同如树的感受一样 忽然离世的父亲 代表了一种遗憾与怨恨 没能好好说话沟通的遗憾 和过往人生中矛盾积累的怨恨 如树 如知 如果 三位姐妹的名字 一定是由父亲所取 大姐向堆叠年轮的人生之术 有些沉溺过去 二姐向树上茂密的新枝 活得努力又向上 却也临受现实的风雨 小妹则是人生过半生出的果实 不再为时的离去遗憾 所有收获都等候在未来 我们很难评说 父亲这辈子究竟如何 或许那就是一喜麻辣火锅 难免存在用痛苦 驱散另一种悔恨的嫌疑 但撒落花椒的浓汤里 最终洗礼而出的 还有令人赞不绝口的美味 如果可以 下次做菜也试试花椒吧 或许你在意的某人 也会感到喜欢 过往不可重来 及时拥抱所爱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是否有所感怀呢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晚安 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啦